为你带来奥运快报 世界排名第7的大马男单李子佳 和世界排名第20的法国选手托马波波夫 8月1号在巴黎奥运会与球赛男单16强展开交锋 最终李子佳以直落两局取得胜利 报到男单8强 在这一场比赛中 李子佳先是以21比13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收尾的时候 比分一度陷入胶着 最终李子佳克服东道主法国选手的考验 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两次杀球得手 成功以24比22胜出 李子佳在上级的东京奥运会止步16强 当时他不敌中国名将陈龙 如今李子佳闯入8强 已经创造个人在奥运会的最佳战绩 他将会在8强对垒待满好友安东森 李子佳过去曾经和安东森交手8次 成绩是三胜五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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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